我們今天終於check in了這間酒店我們住過的一間房間 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為什麼對你不對我呢? 我們今天的房間在這裡 不是啊 放在這邊的 首先我們參觀了房間 這裡有湯蟹 這裡有沙發和茶几 我們這張床 因為昨天我們也是住在這間酒店 但是因為我們台風多了一天的旅程 所以我們就預訂不到這間房間 所以就預訂了一間比較小的房間 所以昨天就沒有拍到room tour 一進門後是有個櫃 我想裡面有什麼 也是有個夾板 然後有這個衣架 還有一些...這個可以放下來 放行李 然後下面應該是可以做鞋子 這裡的酒店最大的特色 是廁所超大 首先它是用那種日本的廁所 它的刺板是會吃暖的 然後... 它是有這個... 還有電視機 我們以前住過的時候 是一直浸著這個 按摩池 一邊看空氣的來了 然後是會有遙控的 整件事是超級寫意的 它是已經噴出來了 只要兩樣東西不能同時使用 哦... 這裡就可以噴了一些牛奶肉出來 然後就到企光的部分 你看一間六百多元的一間酒店 是有這種... 很多的... 臨浴設備 是不是很瘋啊 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 超級正啊 這間酒店 超級推介給大家 但是大家不要... 亂補 如果不然我下次來台北 就會補不了 嗨 然後... 也沒什麼特別 是... 這個裡面會有... 那些梳啊 牙刷啊 那些... 然後... 蜂筒 然後... 毛巾 我們終於check-in了這間房間 那... 之前其實來過住的了 那... 超級滿意啦 它的地理位置又不差的 那... 那這間酒店是在重山南京站附近 那... 接運站走過來 要多久啊? 大約... 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不用啦 都OK的 那如果在台北車站 乘的士過來呢 就... 一百一十塊台幣 那我就覺得... 非常非常之划 你在台北車站啊 西門町北那些... 沒有窗沒有性的酒店呢 都要五百多元 或者七百多元 但是我們... 這裡... 你看看那間房大到... 那些位置呢... 是超級無敵大啦 接著那個窗又超級大啦 還有多張... 台書桌在這裡啦 這裡都是五百多元而已 就是... 你算到稅都是六百元嘛 超級正 我是私心無敵推介大家 去這裡叫做... 油美精品雙女 正啊 我好像是第一次拍這類型的room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